这个年纪的当然什么都不懂 赵一安的确是无辜的 他即将要就读国小一年级 不过他不知道 迎接他的到底是一个友善还是不友善的环境 根据中天新闻的独家走访 在这个学校里面所谓赵一安要来了 这个讯息已经开始发酵 在学校的网站上双方开始打比赞 有些家长老师摆明了是抵制赵一安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支持的 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概念 不要把政治带进校园 但是各自表述 学校也不断地进行澄清 表示学校的立场有教无略 但无论如何看起来赵一安 即将要进入一个压力极大的环境来念书 这里就是今年赵一安可能会就读的 台北市博爱国校 而记者也有掌握到 98学年度的新生入学名单 的确有赵一安的名字 不过7月7号才是正式的 新生入学报道手续 到目前为止都还可能是个未知书 他呼机在这里就应该给他念 欢迎啊 欢迎 OK吗 赵燕要开始念小一 家长似乎也听闻风声 点进不爱国小留言板 原来家长甚至署名外校老师也加入笔站 有人很不客气 直接反对 不过也有另外一批人 提出恐夫子的有教无类 老师怎么可以荡然无存 还要求贵校导师 专心教导学生 不要将政治带进校园 更拿政府有品运动 期望学校要有品的老师 不该歧视学生 不爱国小也罕见 在官方网站登了声明稿强调 学校绝对不会因为射近背景 意识形态有所差异 本年度9月1号止 返满6岁的学龄儿童 并涉及本校学区 都欢迎就学 低调的公告 就是不希望平静的校园 再生谣言 这位新闻娱乐为杨一帝 台北报道